相信很多80后都看过少年英雄发誓语,关于这部戏,我只能说张卫健太棒了,香港年度最佳男演员,果然不是朗德虚名的。 当年截止到现在,我依旧记得这部戏点滴,有三个人直接让我难以忘记,大家还认得这张脸吗? 第一个张卫健,演技太棒,经典中经典,第二个谢娜,当年娜娜还是配角,还是一个丫鬟,如今这是一等一大团。 第三个何美浅,在戏里她扮演张卫健情侣林小小,可爱的脸蛋,感人的剧情,很多观众看完后大爱何小姐,有没有43,像20岁小姑娘一样,然而令人遗憾,截止到现在,依旧没有何小姐开脱消息,更别谈结婚了。 何美浅,出生于1975年,如今43岁,按道理已经到了结婚年龄,可是她一点动静也没有。 关于这名艺人,从这名度角度来说,依旧吃得开,时不时与内地小鲜肉合作,正如吴磊,陈祥这样的,何美浅有很多影视作品。 我个人最喜欢,还是少年英雄方世语,虽然这部戏她的戏份不多,但雨南一号点点滴滴,已经让人刻骨铭心。 现在的何美浅,除了拍戏,就是享受生活,一点八卦消息也没有,很多粉丝都催婚她,何小姐姐一点也不忙。 今天大晒风景,明天又大晒苗条身材,把粉丝春花当作耳边风。 天龙八卜时期,日晨浩铭PK过,翻月和美田个人微博,看了一眼评论,大家亲密色赞美,她,曾非觉得娃娃姐姐身材棒,43岁还不拍拖。 在小编看来,只有三种解释,不喜欢男人,也可能喜欢女生,专心事业,不想荒废对爱情,远还没有到,又适合的男生出现,估计会马不停蹄结婚。 各位网友,喜欢她就追求她吧,我们都还机会。